在一个豪华的地下室中,东达尼昂顿价值280亿的现金,紧紧堆积,营造出金融帝国的罪恶阴影,甚至连李嘉诚都是他的受害者。 张美兰这个几乎无人不知的亿万富翁竟然在其帝国的顶峰时策划了令人震惊的金融欺诈。 今天的视频,我们将带您一步步走进张美兰的奢华生活,看看她如何在财富与贪婪的冲突中走向毁灭。 在全球许多国家,如果一个人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那么即便他们犯下了惊天动地的罪行,也很少会面临牢狱之灾。 然而,在少数国家中,无论你是贫穷还是摇缠万贯,声名赫赫,只要犯罪,必将付出代价。 越南亿万富翁张美兰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他因金融欺诈罪而被判处死刑。 张美兰出生于1956年10月13日,成长于胡志明时,也就是长寿的西贡,这座越南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900万。 张美兰的家族原本来自中国,二十级五零年代移民到越南。 他在童年时期便开始与母亲一起从事化妆品销售。 街头小摊和金色上的精力积累了早期的财富。 1986年,越南政府启动了改革计划,为张美兰家族打开了新的党门。 简要说明这次改革的大致内容。 作为一个工厂主义国家,越南在改革前,私人企业几乎是被禁止的,所有商业活动都受严格陷阱。 面对严重的失业饥饿和贫困危机,政府不得不放宽政策,允许私人企业的发展,尽管人手官方掌控。 改革立竿建议推动了经济飞跃,大批家庭迅速富裕。 张美兰家便是受益者之一。 改革批选后,张美兰家族抓住机遇。 将多年积累的财富投入到全国各地的土地和房产购置中。 在短短几年内,他们的资产在90年代已达到数亿美元。 他们的财富增长得以外国投资者的大量涌入,尤其是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商人,纷纷以高价购买他们的第一场。 一来,上资本主义和外国投资开放的大门,是许多外国投资者看到了商机。 而张美兰家族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与此同时,他们还与各级官员建立了紧密联系。 这在商业活动中至关重要。 腐败问题在越南以及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中十分普遍。 而张美兰家族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改革计划中,巨额资金在国内流传。 政客们也趁机分耕,和张美兰家族这样的除掉最高者合作。 如今,越南对腐败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张美兰在家中最为杰出。 不论是远见着实,还是野心勃勃最终变成了贪婪的化身。 1992年,他遇到了香港投资者朱立吉,并与他结婚约有两个女儿。 大约在这一时期,张美兰成了家族企业万胜发的董事会主席。 这家公司在房地上和金融服务领域均有设定。 包括多个豪华住宅楼、办公楼、酒店及购物中心。 如今万宋发与胡志明市的一些最有价值的地产项目扯上了关系。 例如,39层的西宫市的广场,五星级跟沙广场,酒店37层的资本广场办公楼,和五星级受得住宅酒店或者是张美兰多年来的住所。 2011年,张美兰获得政府许可,将三家小银行合并成越南最大的银行之一,西宫商银行。 作为银行合并的主要推动者,它从2012年至2022年张美兰及其家族的财富迅速膨胀,光是依靠银行的收入,每月就能进账超过1000万美元。 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数字。 你可能会想,拥有这样财富的1%已经足够让风衣足食了。 的确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哪怕是拥有这些财富的一个领导,生活也可以无忧无虑。 仍然对于张美兰来说,这远远不够,她依然无法满足。 尽管她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富,可以让她和她的时代后裔都过上涩化的生活。 她的贪婪却最终决定了她的命运。 根据越南的法律,个人不得拥有任何银行超过5%的股份。 这个限制的目的是防止个人对银行产生过多的影响力。 毕竟银行是对社会生活影响巨大的金融机构。 今晚张美兰是三家小银行合并的主要推手之一,也是习贡商业银行的创始人之一。 她人人不能拥有超过该银行5%的股份。 但这个女人非常聪明,她找到了绕过法律的方法。 她驻赛了数百家一家名成立的空客公司,并通过掌控西贡商业银行当中最高控制人职位,安排清醒,占据银行的高层职位。 这使得张美兰实质上控制了该银行90%以上的股份,而她名义上只拥有5%。 接下来她指示,那些比她提拔的高层人员为这些空客公司批准贷款。 这些公司只是空客,一旦贷款获批,他们就立刻关闭,贷款也代表永远无法偿还。 张美兰与她的同伙将这些钱居为己有并按照计划分造。 检查官指出,这些空客公司获得的贷款占银行所有贷款的93%。 从2019年2月开始,她的私人司机在她的指示下提取了108万亿越南盾,约合今天的280亿人民币。 这个惊人的数字甚至超过了巴兴博弃州的年度GDP。 这些巨款被以现金形式盛放着她豪宅的地下室里,即使这些钱全部是越南最高面值的钞票,其重量也会达到两吨之多。 显然正案的骗局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美兰最动被揭发,她醉行累累,若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垮了她。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大事囤地需要资金,张美兰决定,拉同为汕头老乡的李嘉诚乳局一起合作。 2022年4月,李嘉诚家族的长江实业,日本的欧历史公司代表参加了胡志明市举办的促进投资行动周活动,而邀请他们的正式万神发集团。 当时,李嘉诚将投资远南的消息还一度成为舆论热点。 经过多年的调查,张美兰在2022年10月6日落网被控以多项金融队形,同时逼捕的还有她的多个同伙和家庭成员。 根据当局的调查,4案人员接近百人,其中包括她的丈夫和侄女。 当局认为,张美兰与同伙总共挪用了超过120亿美元。 这一案件在越南引发轩然大波,民众对她愤怒不已。 越南是世界上贫富插举最大的国家之一,大多数人连基本的居住和属物保障都没有。 而她却策划了这个巨大的骗局,只为进一度扩充她的财富。 2024年3月5日,张美兰在胡志明市联盟法院接受审判。 她被判多个罪名成立,包括欺诈诺用、公款、贿赂和监重利益阴谋。 2020年4月11日,她被看出死刑,执行注射死刑。 其他涉案人员被判处三年只无期徒刑不等的刑罚。 张美兰的丈夫和子女分别被判处9年和17年监寝。 这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一次腐败丑闻。 专家指出,对参与的即便是最小的参与也结于严厉刑罚。 这是日南政府在打击腐败中发出的明确信号。 张美兰的行刑日期身为确定,在审判期间,张美兰憔悴不堪的面容与昔日的光鲜亮丽形成了强烈对比,犹如一幅世事无常的悲剧画卷。 她曾是赤草风云的富豪,如今却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审判下沦为了牺牲品。 她的案件不仅震撼了整个越南,还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随着审判的结束,越南政府借此机会强化了对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一身坚决的誓言详策全国。 无论里生居多高的位置,只要触犯法律,必将严惩不歹。 这一宣言,无疑是一击重拳敲响了所有从事不法勾当者的警钟。 在这人打击腐败的斗争中,学到依附于权力和财富网络中的人无处藏身,被逼献心成为清楚的对象。 张美兰的同伙中,不法征服过关和商界巨甲。 在调查故事中,他们臭中复杂的关系网,被一一介入,令公众震惊不已。 张美兰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清晰而残酷地反映出贪欲的最终下场。 在她巅峰时期,财富和说话是她的日常。 然而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她越陷越深,最终无法自打。 三安镜的严均不仅在于其巨额的经济损失,更在于她揭示了社会的阴暗面。 通过这个案例,越南的普通民众看到了权力和财富背后隐藏的腐败与不堪。 对于他们来说,张美兰的堕落不仅是一场司法审判,更是一场道德和信仰的犀利。 未来,越南政府能否持续严厉打击腐败,彻底清除贪污问题,尚需时间的检验。 但毋庸置疑的是张美兰的案件,将永远被铭记成为越南反腐斗志史上的重要一页。 在这段历史中,张美兰同辉煌到巨堕的全过程,将被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仅是厚人,引人深思。 希望未来的企业家和政客能从中汲取教学,不再重蹈覆辙,更不再因为胎月而毁掉自己和他人的人生。 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不仅又问,当金钱与道德通斗时,我们应该选择什么?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见解,还请关注我们的频道,未来我们将继续揭持更多令人震撼的案件。